Hello 大家好 我是不懂作战 只说电影的唐司令啊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部经典科幻电影 黑衣人 在月黑风高的晚上 一星人在荒山公路上开着车 遇上了半夜巡逻的警察被要求下车检查 就在那个时候两个黑衣人出现 自称是移民区第六号 并带走这行人中的长虎子哥 觉得有诈的警察队长偷偷查看 躲在丛林中的黑衣人 哎 却觉得发现长虎子哥变了 变成了一个怪物 怪物立即袭击 警察队长 警察队长是下疆了 觉得没有吓尿啊 黑衣人立刻弹枪 打死怪物 随后呢使用诗意榜 将在场的所有人都弄诗意了 画面转到我们的男主角小黑 一名警察 小黑呢一直追随着尔丁哥 并打掉他的武器 但尔丁哥一直嚷嚷的 他来了 然后呢就跳楼自杀了 小黑呢因为失职被拉去 审问是审问 黑衣人K突然来到带走小黑 小黑云里雾里的 被带到一间杂货店 但实际上这是一间 提供外星人枪支的店铺 黑衣人K呢 直接打碰了店主的头 砰 逼他拿出武器 让小黑辨认 他之前追击怪物的枪 作为过河差小啊 小黑辨认出枪之后呢 黑衣人又拿出十一棒 哎呀大家都懂啊 他要做些什么了 画面只向小黑醒来 对面坐着一个陌生人 黑衣人K把名片给小黑 并要求他第二天来找他 小黑呢只好懵懵懂懂的 按照上面的地址找黑衣人K 当小黑来到目的地之后呢 搞打上的会议室和整齐话语的军人 跟如同混混出生的 这个小黑呢完全不搭掉啊 在场的黑衣人Z 要求测试在场的所有人 以便选出最优秀的人 来做一个任务 而黑衣人K呢 躲在暗处查看 当然了主角跟那些别的 这些小牢牢是不一样的 当所有人对怪物乱射一通 小黑呢直接碰了那个女生 因为他分析觉得深夜里啊 出现这个满是怪物的大街上的 小女孩才是最危险的 最终当然是小黑胜出 穿上黑色西装成为黑衣人了 就在那时监测到啊 有怪物非法入侵 怪物的目的呢 是想夺取能量源银河 一旦被夺取就会发生星球大战 于是黑衣人K和小黑一起开车出发 黑啊就开玩笑说 你们外星人还开这么低级的车吗 这怎么可能呢 外星人开的车 逼格绝对是鼎鼎的 只要按下红色按钮 普通的汽车瞬间变成飞行汽车 还可以到着开车 实在是躲避躲车的好方法 现在呢也就是我们两个主角 去追击非法入侵的怪物 所以画面又转到这只怪物 在一个月黑风格的晚上 果然夜黑好办事啊 一个类似飞碟的东西呢 落在一对夫妇的家门前 跌成了一个大坑 这个老丈夫呢持枪来查看什么情况 瞬间被吃了个精光啊 只留下一层皮 怪物穿上人皮 假装成假皮革 假皮革进入房子 老妻子呢不足意外的被吓晕了啊 绝对没有吓尿啊 假皮革就把他的飞行器啊 一个大盘子搬上车 盯上了一个老人和一只猫 跟踪他们 老人和猫来到这个舱厅跟人见面 原来老人就是猫王的看护者 当然了也是外星人了 这个高个子啊 怕老人遇到危险 并告知有怪物非法入境 可能盯上老人了 不实际上已经盯上了 怪物拿走了一个 以为是银河的东西之后呢 就留下了一只猫 画面又来到了这个主角啊 两个人呢 去停尸房去看看尸体 尸体啊 当然是没有什么好看的 外星人的尸体就例外了 验尸官美美很敬业的 带着小黑检查尸体 但私下两人却眉来眼去的 还说黑人K的坏话 之后小黑和黑人K 来到监测到怪物出现的街道上 但恰巧的是 怪物甲皮哥就在他们旁边的车子里 甲皮哥造出一系列的乱动之后 就离开 逼问路人甲尸体带呢 当然指的是他同伴的尸体 可路人甲不知道呀 只能随便说停尸房有尸体了 怪物的目标就是猫王 因为猫王脖子上戴着的 才是真正的银河 又恰巧的是 甲皮哥抓住了跟小黑有一腿的 艳势官美美 带他来到一座信号塔下 话说嘛 人都是怕死的 美美啊 可怜兮兮的说 我是世界小姐呀 地球女神呀 你不能吃我呀 被烦死的甲皮哥呢 只好扔掉美美 哎呀 是一点没有怜想心意之间 实际上人家是怪物的 然而世界末日来临了 甲皮哥打开了塔顶 黑一人基地接收到了 地球将在八分钟后毁灭 这设定是不是太怪了 这时候就轮到主角登场了 小黑和黑一人K 即使赶到信号塔下 虽然黑一人K 一度被甲皮哥吃紧肚子里 但最终还是干掉了甲皮哥 地球又一次的被保住了 然而黑一人K 却要离开了 小黑拿出失忆棒 不说大家也懂了 黑一人K 忘记了一切关于外星人的事情 跟爱人结婚 并过上幸福的生活 而小黑呢 代替黑一人K 成为了黑一人J 开启新的女生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影片的整体节奏轻松 喜感十足 恶趣味也多 不同于一般种族战斗的科幻电影 但也让人记忆深刻了 想看更多电影 关注唐司令说电影 司令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